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科技漫谈 iPhone 11 Pro Max与三星Note 10家已经发布了一段时间 很多小伙伴都想看看这两部手机的对比测评 首先在硬件方面 Note 10家搭载的骁龙855要比iPhone 11 Pro Max的A13性能弱一些 在Geekbench 4跑分测试中 Note 10家的单核和多核跑分 都比iPhone 11 Pro Max少一些 但是在网速测试中 Note 10家的网速要比iPhone 11 Pro Max快上很多 在日常APP的打开速度上 iPhone 11 Pro Max也是全面领先 打开一组日常使用的APP iPhone 11 Pro Max花了2分34秒 而Note 10家花了2分57秒 可见Note 10家的系统优化跟iOS系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不过好在Note 10家比iPhone 11 Pro Max的信号 要好很多 综合来看 两部手机都各有优点 但iPhone 11 Pro Max除了信号差之外 其他方面都比Note 10家更强 大家觉得iPhone 11 Pro Max还有哪些地方比Note 10家差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关注科技慢慢谈 带来了解最新科技产品动态 感谢观看 点赞的视频